Hello,大家好 我说一下 我们工作 学习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吧 说一下我自己 我自己呢 是最近呢 有一个 机会吧,有一个学习的机会 就是学习会计 但是大家知道 我原来是工程的 然后我就一直在想 因为我之前 学工程的时候我在想 如果我工程学好了 我可以跟大家说 念力,我可以去研究这些东西 可是我现在 如果做会计了的话就相当于 转行了,可是我也一直 想不明白,我做了会计 我能为大家做什么,我能为 众生做什么 为每一个生命做什么 然后就一直想不明白 在这个问题 差不多想了一两天吧 就根本不知道 我干这个事情是 我怎么就能够利益终生了 然后后来我想到一点 就是 其实你为大众做的事情 不在于你干了什么 而是你表达的态度 比如说 不管你是什么行业 你是不是敬业 是不是忠诚 是不是百折不拿 是不是有信誉 是不是友善你的朋友 你的周围 这跟你干什么都不重要 你是不是勤精进 是不是肯学 你是不是为别人做了榜样 这些是你能够带给众生的 而远远大于工作本身 所以呢 工作本身只是一种途径 它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们能不能为别人 树立一个榜样的作用 潜移默化的 言传身教 加油